歡迎收看BLACK SQUARE GAMING,我是阿逆 今天影片就說說在Cyberpunk裡面一個可以說是秒殺的配置 無論你的武器是否強勁,大部份情況都是可以一擊殺死敵人 而重點就是這個傳奇的短路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page 短路的被動效果是當你作出猛擊的時候 短路的傷害會附加在攻擊上面 當你成功觸發短路 敵人身上就會有一些電流閃閃閃 要成功觸發就需要提高猛擊機率 現在就說一下如何拿到傳奇短路 我們要先學資料探陷宗師 每次破解連接點,我們就可以得到一種速械 我們可以去市中心企業廣場 這裡就有很多連接點 開始之前就先減掉 真的刷不到短路也可以回頭 我們就開始破解了 好幸好我的第一個就是傳奇短路 因為我這個角色只有20這關 所以數值上就未去到最好的 接著就說一下猛擊相關的配置 我們可以在太平洋區西風莊園的神機衣 買到視覺皮質輔助 猛擊傷害可以提升45% 然後我們去西樓區日本城的神機衣 買大腦邊緣系統強化 可以提升猛擊機率25% 最後就是黑五德的源泉 可以買到這個傳奇短路機面板 提升速核傷害30% 配點方面我們要有16點機制 破解協定裡面我們要學全體肆虐速械 也可以提升速核傷害30% 而在速械裡面我們要學致命錯誤 速械可以根據我們的猛擊機率和數值去造成猛擊 血上加傷可以提升速核傷害30% 域下信息可以令速械對不知情的目標提升傷害100% 暗殺流可以考慮配這個 配置完成之後 就算我拿著低傷害的武器 基本上都是秒殺 更何況是拿著正常傷害的武器呢?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有什麼功率想看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 !